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咖啡冲主攻略 那学长的频道呢,在每周四都会更新一些咖啡的冲法以及小知识 如果各位对精品咖啡有兴趣的话呢,欢迎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 可以每周都可以收到一些有趣的咖啡薪资哦 OK,好,那像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殊处理法的冲法 OK,那特殊处理法呢,其实就是一些什么 各位常听到的音乐家啊,什么艳阳啊 天堂庄园啊,橡木桶啊,这些酒桶 或最近很流行一些水果发酵嘛,这些东西 其实它都有很强大的一些香气的特征,很强劲 但是这种处理法呢,其实呢,它因为呢 香气太强劲,所以如果你没有充足的好东西 可能喝起来会像在喝稳洁啊 或者加了一大堆酒的不协调的咖啡 那就不好喝哦 那今天学长呢,首先选择的是新芒绿杯 当然如果你想要用V60,你也可以使用 但是呢,因为V60有些调整点 学长会放在后面的部分呢 再跟大家详细来讲解 我们先使用新芒,因为新芒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操作的 那我们就边充边跟大家聊怎么充了 首先呢,研磨度的部分呢 跟你平常使用研磨度是一样的 不用特别调整 但是学长呢,应该是略粗一点点 我用的是小富士大概5 然后呢,小飞马大概是6吧 大家去比较一下哦 好,水温90度 然后准备太充足了哦 好,首先我们一样做闷针 正中间给水 1,2,3秒钟往外绕两圈 回中间 大概40cc左右哦 然后闷针的部分千万不要太久哦 大概30秒就好了哦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 香气是特殊处理法的一个一大特征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做了过多的香气 不然会很不协调 就香气跟风味本体是脱钩的 这样喝起来很难喝哦 所以闷针时间千万不要超过30秒哦 甚至于用20或25秒就好了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做到极限 不要太多了,30秒就好了 然后第二段呢,是大水冲法 OK 好,正中间给水下去以后呢 然后呢 停留个一两秒就往外绕圈 然后用最大的水 让我的水位呢,腌高 然后到正中间呢 继续给大水 用最大的水哦 让它流速很快速的穿过我的滤杯 不要客气哦 200cc OK 这一段呢,是把咖啡的果酸呢 最大量化的一口气冲出来 那这样子可以让我特殊处理法的 香气跟果酸充分的融合 喝起来呢会比较舒服 比较不会不协调 然后第三段呢 就是我们开始做往外绕圈 做填杆跟巴底的部分 好,外围 中水就好 不用用小水 我们以前大水冲法的是用最小的水 那这个呢,可以用中水就好 然后呢,最外圈绕一圈以后呢 回中间,停留在中间 然后到300cc结束 OK,就这样收了 对哦 那这一段呢 是我们让整体的后半段流速也增加 可以减少一些后半段的不舒服的味道 这就是特殊处理法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尾巴容易有苦杂味 冲煮完毕大概是1分55秒到2分钟之间 所以整体流速是非常的快 好,原则上呢 特殊处理法呢 因为它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嘛 所以我们的豆子都经过比较强劲的发酵 才会有这些特殊的味道 那这个发酵的过程呢 就容易让你的风味很强劲 然后同时间呢 会让你的尾巴因为发酵的程度很严重 容易发酵出一些你可能不想要的味道 就容易有苦杂味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两大原则 必须去克服 第一个克服就是 香气必须跟本体要能够结合在一起 不然的话呢 会感觉起来香气太突出了 像在喝香水 或者喝稳洁的感觉 所以像刚刚我们的冲法呢 我们前面用大水冲法 大水冲法呢 它的流速非常的快 所以就可以让咖啡里面大量的果酸呢 能够被快速的挤出来 这个果酸呢 跟特殊风味的香气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可以让你原本呢 只有单独独立出来的香气 比如说喝起来像稳洁 像香水 会变成像是水果酒 或者是像是果汁 或者是像喝带水果的果酱 这样的风格 喝起来会舒服很多 如果你酸汁做的不够多的话呢 香气就不会融合 那喝起来就会觉得 有点不舒服 太冲突呆板了 这是第一个大重点 所以呢 大水冲法就可以服务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尾巴的苦杂味 我要想办法避掉嘛 后半段 我是不是绕完外围以后 就回正中间 这样可以有效的 让你的风味呢 可以快一点的尾巴 不要停留太久 就不会吹太多尾巴 就可以让你苦杂味呢 再降一些些 要不然画大部分的特殊处理法 其实尾韵 都有一点点杂杂的 那你喝起来就比较不舒服 就可以利用这个手法呢 去减少尾韵的问题 好 那这两个概念弄懂以后呢 如果我们套用在V60上面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你一样要处理这两件事情 但是呢 V60跟心盲比较起来 V60的流速呢 它有可能比较不受扣 心盲的原则上呢 它滴水位的时候 流速还慢一点点 所以你用大水冲法呢 其实不太怕说它会水太淡 而导致于没有味道 但是V60会喔 所以如果刚刚那个冲法 如果你要套到V60上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 你的研磨度 应该要比心盲再细一些些 以避免你的V60 一不小心水就一下子流光光 变得反而没有味道了 这样也是一个交往过正啦 所以如果你要用V60 你可以同样的冲法 务必要稍微把研磨度调细一点 就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学长的这个特殊处理法的一些 冲法的一些原理以及手法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回去再看一次 学长的冲法 然后再结合刚刚说的原理 你应该就明白 为什么也会这么做设计了 那如果呢 各位还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你还有其他滤杯 T型滤杯 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滤杯 想要问他冲法的话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学长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各位 或者说如果真的有 玛丽杯 大家也受欢迎的 我可以专门为他做一集啦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结束了 那有问题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接下来介绍VV咖啡的合作伙伴 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专业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 Avaca麻纤维绿子 是许多咖啡师的首选 最近针对户外需求提出的 Triton咖啡分享壶 同时兼顾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冲的使用体验 让你的露营不必妥协 详细资料可参考下方的资讯栏 对户外需求提出的防摩